为了迎接明年花莲高农创校百年的日子 花莲校友会也特别举办相关的系列活动 15号就在花农的园艺科人工湖首度 举办了高夫极远极准的工艺趣味赛事 大家是自在认捐做工艺 场面可以说是趣味很深 花莲高农园艺科人工湖的景色优美 不过一般的时间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而为了迎接明年花莲高农创校百年 花农校友会在理事长的号召下 首次在这里举办高尔夫球极远极准的工艺活动 而在花农园舞社同学的舞蹈表演和来宾的开球后 活动是正式的展开 许多高尔夫球的爱好者也来参加认捐极球做工艺的活动 只不过小白球是落水的居多 理事长表示 花莲高农民国十年创校以来到现在 坐遇了无数的英才 毕业校友们都在社会各领域有着杰出的表现 欢迎花农校友们在12月10号回到学校 一起来找寻读书时美好的回忆 今天办的这个活动之外 在12月10号我们农校的一个运动会 那也会邀请我们所有的全国各地的校友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运动会 然后再来是在当天我们也有一个摆队家偶 也就是摆队父子党 摆队的我们的姐妹兄弟 一起在农校赌的一些学子们 还有我们的百位杰出校友的一个领选 明年的4月17号是花农创校百年的日子 而在此之前校友会都会举办相关系列的活动 来迎接这个难得的日子到来 记者刘明胜花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